我们这里参考资料里头有向阳诗经 有这条 诗刻阿弥陀经 在石碑上刻的弥陀经的经文 刻在石碑上 最著名的为湖泊向阳龙心寺的石碑弥陀经 石碑弥陀经 石碑弥陀经 那么据根据龙书 赠广净土文军义阿弥陀经脱文 这一条 这是王龙书居士记载的 向阳石碑阿弥陀经 是随朝成人灵所述 字画 这就是将中国的书法 非常秀丽 刻得很好 很多人学习字的把它当字帖来用 那么字一行不乱以下呢 有二十个字 专持名号 以称名故 诸罪消灭 即使多善根 佛得应援 经事传本 托辞二十一字 这是六字 最重要的 是让我们真正明白了 弥陀经上所说 不可以少善根 佛得应援的森必顾 有这一句 我们今天讲 念佛就能往生 那我们善根 佛得应援不够啊 这个地方不出来了 念阿弥陀佛 就是多善根 多佛得多应援 形式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让我们放心 让我们放心了 过去生中 确实有善根 善根 我的音乐都有 不够 不足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有善根 我们听了这一句阿弥陀佛 读到弥陀经 他生欢喜心 这就是善根 没有善根的 没有善根的人 你念佛 他不想听 他不愿意听 你请他来听 他听不懂 经他不愿意看 这是没有善根 佛得应援 我们能信 虽然信得不够深 也想往生 这个心也不肯切 也念几句阿弥陀佛 说明你有善根 你善根不足 那怎么样 多年 佛号念得越多越好 用命严寿大使 当年在世 每一天十万神佛号 黄念书老巨师 往生之前的半年 每一天十四万神佛号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教我们 他们做榜样 给我们看 补足 善根佛的 应援之不足 他们都补起来了 所以到临终 真能往生 往生的品位很高 这是教我们的方法 我们念佛 念得会疲劳 会疲倦 念念的 忘念起来 会忘掉 这都是 善根不足的现象 勇猛精进 就把善根佛的 补起来了 所以这个二十一个字 很重要 感谢观看